之前你已经学习了化学反应速率 这个视频咱来学习化学反应速率的测量方法 测量化学反应速率时 可以通过实验 测量反应中任何一种物质的浓度或质量的变化 常应的方法有两种 首先可以做定性的描述 也就是通过观察实验现象 来定性的说明化学反应的快慢 比如反应物溶解的快慢 产生气泡的快慢 体系压强的变化 溶液颜色的深浅 出现浑浊的先后等等 举个例子 让钠分别于水和乙醇反应 其中钠与水反应时 钠溶解的更快 产生气泡也更快 所以钠与水的反应速率较快 而钠与乙醇的反应速率就较慢 再比如铜片分别于浓酵酸和细酵酸反应 其中铜和浓酵酸反应时 溶液的颜色更深 产生气泡更快 说明铜和浓酵酸的反应速率较快 而铜和细酵酸的反应速率就较慢 以上是定性的描述化学反应速率的快慢 那如何定量的测定化学反应速率呢 举个例子 咱可以通过测量产生相同体积气体的时间长短 来测量化学反应的速率 比如用这套装置 如何比较不同浓度的细酸和新反应的快慢呢 实验用品有追性瓶 双孔塞 分页漏斗 直角导机管 50毫升注射器 铁加台和苗表 追性瓶中有颗粒相同大小的心力 向左边的分页漏斗中 加入40毫升 一抹而每升的硫酸 再向右边的分页漏斗中 加入40毫升 四抹而每升的硫酸 开始实验后 能看到锡和硫酸反应产生气泡 然后分别用苗表测量 两个装置各自收集到 10毫升氢气所用的时间 结果证明 第二套装置 比第一套装置用的时间更短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四抹而每升的硫酸与新反应 比一抹而每升的硫酸与新反应要快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要注意 新的颗粒大小要基本相同 而且装置的机密性要好 另外即时要迅速准确 以上这种方法叫做量气法 量气法还可以通过测定 相同时间内产生气体体积的大小 来测量化学反应速率的快慢 除了量气法 测量单位时间内产生沉淀质量的大小 也可以测量化学反应速率的快慢 除了这些定量测定 还可以依靠科学仪器定量测量一些性质 比如颜色的深浅 光的吸收 光的反射和导电能力等性质 举个例子 比色法就是由于物质 对特定波长的光吸收性能不同 因此可以通过吸光度来测定反应物的浓度 从而计算反应速率 再比如电导法 是根据离子的导电能力的差异 通过电导率的变化 测定总离子浓度的变化 从而计算化学反应速率 好了 又到总结时间 化学反应速率的测量方法 有定性的描述和定量的测定这两种 其中定性的描述 可以根据一些现象 定性的判断化学反应速率 比如反应物溶解的快慢 产生气泡的快慢 颜色的深浅 以及体系压强变化 出现浑浊的先后等等 而定量的测定 可以通过定量实验 测量化学反应速率 比如通过测量 产生相同体积气体的时间长短 或者单位时间内产生气体的体积大小 单位时间内沉淀质量的变化等 另外定量的测定 也可以通过依靠科学仪器 来测量物质的性质 从而计算反应速率 比如比色法和电导法等 好了 就说到这 本宝宝去刷题了 咱比比相同时间内 谁刷的题多呗 当然了 也可以比比一样多的题 谁用的时间少也成啊